炎热漫长的暑假是孩子们发展多元智能的好机会 虎山过校安排丰富的夏令营课程 其中的热舞班在包迷时就受到小朋友的喜爱 上课时更是充满学习的活力与满满的学习热情 来这边像很有趣 可以学到很多绿灯 还有很开心 我觉得来这里让我的筋更软 而且还学到很多拉筋的方式 就是也很放松 然后可以在那个热舞教室里面开心的热舞 热舞夏令营有身具经验且教学活泼的老师指导 从肌肉伸展平衡 律动中心步伐组合等引导 透过身体动作及肢体的律动 提升心扉功能 协调性与柔软度 开发身体的语言和表达 培养热爱舞蹈和表演自信 练习不同节奏的流动与即兴创作 发展个人及团体的小平舞风 平常没有机会接触的一些比较活泼的课程 延伸的课程 在暑假的夏令营当中 他们透过比较轻松的方式 能够学习肢体 律动 律动 音乐之美 上支跟下支方面去做课程上面的安排 然后律动的话我们会用不同的节奏 比如说慢的 中节奏 快节奏 包括比如说还有一些空间上的低中高水平 还有那个比如说跟地板上面的接触 负责承办学校夏令营的学务主任张立照表示 2023年虎山夏令营规划有五个班 内容包括热舞 羽球 绘画 所作童玩 魔方 童军及品格培养生活教育等 期望透过多元活泼的夏令营课程 激发孩子的个人潜力 扩展学生的事业 童玩的创作 美术的创作 以及魔术方块 奇艺 童军探索等等 夏令营除了这个丰富的课程以外 我们其实在品格运动 品格的养成也非常重视 从早上的层间阅读 校美的环境打扫 甚至中午的这个用餐礼仪 午休 座位指导 我们都安排老师 鼎鼎学生 希望在这个漫长的暑假当中 透过这些夏令营活动丰富的课程 让他有很充实的体验跟学习 热武班大部分是初学的中低年级学生 但在舞蹈老师专业用心的指导之下 学校也提供专用俗试的舞蹈教室 小朋友的学习成果非常的可观 希望他们在应对结束后能够持续的练习 形成个人的专长或兴趣 记者洪一轮 草屯镇采访报道